原标题,特朗普遇承认戈兰高地,属于以色列俄总统新闻秘书,希望只是说说而已图源。 近日俄罗斯2P,环球网报道记者任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把退役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22日向记者表示,克里姆林宫希望特朗普是戈兰高地的言论,仅限于呼吁。 据近日俄罗斯3月22日报道,特朗普21日发推特称,美国是时候完全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了,该地区在战略和安全上,对以和该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 对此,佩斯科夫表示,毫无疑问,这种呼声,会使中东紧张混乱的局势进一步加剧。 自然而然的,这种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促进中东调解目标和任务的实现,很可能会适得其反。 当前,这仅仅是某种呼吁,俄方希望,这将仅限于呼吁,佩斯科夫补充道。 报道称,叙利亚外交部也谴责了特朗普的言论,称其不负责任,并表示,叙利亚人民决心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,收复该地区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,22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在包括戈兰高地在内的阿拉伯被占领上问题上,联合国案例会第242、338号等决议有明确规定。 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各邦,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的选择,通过谈判妥善解决领土争端,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,公正和持久和平。 据报道,戈兰高地是中东战略药金,也是以色列的重要选原地。 它名义上属于叙利亚,但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,一直被以色列占领。 根据国际法,这一战领是非法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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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